好 在第二段 第三段 作者描述了作者下船之后 弃船登岸之后的一些情景 咱们看第二段第一句话 它说 I had no sooner got off the ship than I was to sail by a man who wanted to sell me a diamond ring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是句子的主句 呼呢 是引导一个定义从句 主句中出现一个重要的 在新冠点二侧讲文的结构 叫 no sooner than 叫刚义怎么样 马上就如何了 一定注意 不是the and the then 而the and the then 因为 sooner跟then其实是个比较及的关系 叫刚义怎么样 马上就如何了 这个时候 no sooner所在句子里边 一般用过去完成时 而then后面一般用一般过去时 本文中也是这样 我刚一下船 马上就被一个人所纠缠 这个下船用的是 get off the ship 因为刚刚出现过 disembark 所以他没有再用disembark 这是个替换 然后呢 被什么所纠缠 词乎中讲了 叫be a sealed with 或者be a sealed by 这个搭配完全正确 什么人呢 一个想让我买一个钻石戒之人 定义从句 那么来修饰前面那个面就好了 这句话中五星级的重要搭配就是no sooner than no sooner than 表示刚义怎么样 马上就如何了 注意词性 no sooner可以看作一个副词短语 而then呢 是一个连词 引导一个从句 注意条连词 所以这个一定放在从句句手 no sooner是个副词 它的位置灵活 可以放在句中 也可以放在句手 刚义怎么样 马上就如何 而且一般都是no sooner 从句中 如果指过去的事的话 no sooner 一般用过去完成词 而then 从句里面 一般用一般过去词 先跟大家二次讲过 还有一个替换 这个no sooner 我们可以用 hardly barely scarcely 任何一个 然后后面呢 他一般跟 when 或者跟 before 搭配都正确 前面三个任选一个 后面两个任选一个 这么一个组合三乘二 六个组合都行 harly when, barely when, scarcely when 或者harly before, barely before 或 scarcely before 这个搭配都算对 意思一样 刚义怎么样 马上就如何 但里面六种里面最常见的 是harly when 最常见 然后一样的是 如果指以前的事 harly, barely, scarcely 它们都是副词 而后面 when 和 before 跟 then 一样都是连词 那么前面句子所出的时态 一般是过去完成 而这 when 和 before 里面 一般是一般过去 所以你看 跟上面 no sooner than 特别类似 一般可以搭配 可以替换 你想本文中这个 no sooner 是放在剧中 而 then 得放在从去剧手 没问题 但 no sooner 和 harley 这样的词 也能放在剧手 强调一下 这个刚义就在哪一刹那 但你看 no sooner 那是否定词吧 harly, barely, scarcely 也是半否定词 几乎不嘛 否定词放在剧手 我们得用部分倒装 这个注意 别忘记倒装 如果 no sooner 再放在剧手 本文中怎么办呢 部分倒装 得把主动词 had 放到主意前面去 所以本文中说 no sooner had i got off the ship then i was sailed 后面完全一样 就不说了 那么这个 harley when 呢 比如 harley 还 went before 等等 就以 harley when 为例 放在剧中 i had hardly got off the ship when i was sailed 后面都一样 对吧 那么这是放在剧中 前面是过去完整时 后面还是一番股计时 i was sailed 如果放在剧手呢 harley 放在剧手 别忘倒装 harley had i got off the ship when i was sailed 后面完全一样 就好了 这是等于这新二错的复习 刚毅怎么样 马性就如何 这是复习 好 再回到里面 刚毅怎么样 刚毅下船 这个下船 下飞机 下火车 我们都可以用 get off the bus the ship the plane the train 都行 下火车 下飞机 下轮船 这个没有场合限制 为什么本文没有再用 disembark from呢 因为在上一段的末尾 刚刚出现过 disembarked 本文中再用就重了 但如果没有上文的语境 本文中是可以用 disembarked 该怎么说 i had no sooner disembarked from the ship 这就行了吗 我们说从这船上下来加from 跟get off就类似了 只不get off用的更广一些 无论是船 飞机 火车 汽车 都行 而disembarked只能指 从船或飞机上下来就好了 get off的反应词 上船 上火车 上飞机 上汽车 用get on get on the bus get on the ship get on the plane 等等都可以 但是注意 下船 下飞就用get off 不要用get down get down 那一脚踩空了掉下来了 get up一定是表示下船 下飞机 而不能用down 这个容易错 但是注意 get on和get up使用时还有一个条件 它不是任何交通工具都可以 它这交通工具有什么条件呢 一般空间够大至少能站起来 能站起来 公共汽车 轮船 飞机里面至少能站起来 但如果小的交通工具 像出租车 像小汽车 car 就不能get on get off了 得换词的 或者能get into和get out of 这个小细节注意 英语中确实细节太多了 get into the car get into the taxi 因为钻进去嘛 这个不能 你非说get on the car 那麻烦了 你非站起来 人站起来 鼻子没了 对不对 这上面有顶子挡住吗 站不起来 get into 出来呢 get out of the car get out of the taxi 是这么来说 我们注意这get out of这个联读 注意get out of get out of get out of 两个字母T都终于很大的声音 一带而过 我们打上来没 get out of get out of get out of the car the taxi 下出租车 下小汽车 注意这是站不起来的小的空间 好 然后呢 我就被一个卖钻石戒指的家伙所纠缠 then I was sailed by a man 这个纠缠 既然是人纠缠某人 那么我们在词乎中讲的这几个都行 then I was harried I was harassed I was pastored by a man 被一个讨厌的家伙所纠缠 这个都可以 因为这三个词都可以表示 讨厌的人纠缠另外一个人 只不过sale呢 有的是指事物纠缠也行 它用的场合更广一些 本文中指人纠缠都可以 好 作者呢 说我根本不打算买戒指 作者呢 亚历山大是个做学问的 我买那么多戒指干嘛呢 I had no intention of buying one but I could not conceive the fact that I was impressed by the size of the diamonds 作者说我没有打算买戒指 但我无法隐瞒这样一个事实 什么呢 就是钻石之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么大钻石之事没有见过 先看语法分析 依然是用but连接两个并列句 第一句话比较短 I have no intention of buying one have no intention of doing something 叫无意做模式 没打算做模式 固定搭配 咱们一会会说 但是 引出第二个并列句 我被这个钻石的尺寸给留下印象了 这多别扭啊 中国人一般不形容被动 被动怎么办呢 咱早就说会用主动翻译 钻石的尺寸 就是钻石之大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大钻石 好家伙 这钻石跟这大鸭蛋一样 这大钻石多大 什么 钻石之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好 看一些小细节 第一个 have no intention of doing something 叫无意做模式 这个一定的注意什么呢 注意后面这个戒词 of doing 不要说 have no intention to do something 很容易错 别自己下编 have no intention of doing something 不要跟to do 要跟of doing 这个很容易错 就无意做模式 但是如果用动词intend的呢 那就得加to do了 not intent to do something 没打算做模式 intent to do 固定搭配 但have no intention 后面叫of doing 这个非常容易错 注意啊 看过再写 听过再说 没有见过 不要自己瞎编 要不问问老外 要不查字典 这个才安全 你看我们在62页的第四行 出现了intent to do这个搭配 62页的第四行 就十餐课里面 she intended to dress up as a ghost and as she had made her costume the night before she was impatient to try it on 她打算装扮成个鬼的模样 毕竟因为呢 她在前一天晚上做好了这个换中服的 极不可耐的 要穿上试试看 intent to do 打算去做 没打算 not intent to do 就好了 这个本分钟带进去呢 I didn't intend to buy one 我没有打算买一个就行了 就相当于本分钟 I had no intention of buying one 注意搭配不一样 but I could not conceal the fact that 但是我无法隐瞒隐藏或掩饰这样一个事实 隐瞒隐藏掩饰的事实 我无法隐瞒这个事实 是不是就是那个卖钻石戒指的肯定看出来了 这个钻石炸给我留下印象了 他肯定注意到了这点 因为我们无法隐藏住啊 表情肯定显露出来了 这个怎么说 这个男人肯定注意到了 这点 肯定注意到了 是一个推测 咱们回顾一下第一课讲过 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肯定的推测 有个答案叫must have 加过去分子 是不是可以说 but the man must have noticed that I was impressed by the size of diamonds 这个男人肯定注意到了 什么呢 肯定注意到 钻石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了 就好了 咱们看一看书后题 一百三十七页 第六题 好 翻译过来 咱看一百三十七页 往上看 第六题 要符合原文 a buying one 没打算买卖劲 but a man 但是这个人怎么样 我被留下印象了 咱们看一个选哪一个 只有A正确 must have noticed 他肯定注意到了 这是对过去的推测 must have 加过去分子 b是不得不注意到 这不通顺 不可能的 must know to see 是肯定注意到了 这个搭配是正确的 但是不符合本文的语境 must加动词原型 是对同时发生的事 对现在的事一般推测 这是过去当时推测 我在想当时的肯定注意到了 过去的推测 must have done 不能must do 然后could 是可能会注意到 这个也是表示对一般的情况 它不能表示对过去的推测 过去推测 也是could have 加过去分子 如果忘记 回去好好看看我们的第一课里面 而且这个could 对过去推测 也一般用在否定比较常见 couldn't have 等等 更常见一些 所以这里用的都不对 选A正确 must have done 过去的 肯定 语气弱一些 可以用may 或者might have done could 有时候可以用在过去推测 但多用在否定 couldn't you couldn't have been you 你过去不可能病了 这个时候只能选A正确 推测语气 对第一课是复习 其实本文中也能这么换 但是我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 钻石之大 你看这个否认和承认也能说 那否认怎么说呢 but I could not deny that I was impressed 我不能否认 也可这么说 but I had to admit I had to acknowledge 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也算对 deny和admit acknowledge 咱们讲过 都可以在我们家避语从句 这在16课 这个马力有头小羔羊中讲过这个 我们先读一下动词 deny 否认 再读名词 admit acknowledge 注意admit ad 这个d 和这个acknowledge 这个k 都是失去爆破 我们提会一下 admit acknowledge acknowledge 首先鼓人去背一下 再翻knowledge 在里面 acknowledge 我们都可以加定义从句 我不得不承认 这个事实 就好了 好 再往后看 不得不承认什么呢 I was impressed by the size of diamonds 我们说了 这个be impressed by 中文中用主动翻译 钻石之大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为什么用于中文被动呢 因为如果主动的话呢 这就头重脚轻了 你发现 主动怎么说 the size of the diamonds impress me 这me太短了 怎么办呢 倒过来避免头重脚轻 我说 I was impressed by the size of the diamonds 因为钻石尺寸太长了 而这I就一个带字太短了 用被动避免头重脚轻 是这么一个作用 但中国人不管那套 中国人不怕头重脚轻 咱们都用主动结构 就好了 咱们看这句话 能不能复出一遍 我并没有打算买一个戒指 I had no intention of buying one 但是我不能隐瞒这个事实 I could not conceal the fact that 钻石之尺 尺寸给我留下了 因为我被动 I was impressed by the size of the diamonds 咱们要复出一遍 我没有打算买一个 我们来说一遍 I had no intention 注意 of buying one 逗号 but I could not 隐瞒试实 conceal the fact that 什么事实呢 I was impressed by the size of the diamonds 速度稍快一些 再说一遍 I had no intention of buying one but I could not conceal the fact that I was impressed by the size of the diamonds 好了 造个句子 造个句子 咱们先看中文 我当时并没有打算 在这家公司工作 但是我不能掩饰这样的事实 什么呢 他们提供的丰厚的薪水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提供的丰厚的薪水 丰厚的薪水 可以叫handsome salary salary 薪水公司都是 handsome 不一定表示 很英俊的 如果是钱的话 一大笔钱 很有油水 很丰厚 这个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这理由被动好吧 I was impressed by 什么好 为什么呢 他们提供的丰厚的薪水 太长了 所以把这个当作冰雨 把它放到后面去buy什么什么 更好一些 我被留下印象 当时在某家公司工作 是不是咱们记过 叫for for the company 就好了 一开始我没想到工作 但我无法否认 给的钱真不少 一个月给100万人民币 哎呀 这当时表情看上来 留下深刻印象 不能掩饰这个事实 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在这工作 为什么 每天得坐到凤坑里工作 你这抢给的多 这凤坑这差点 所以你看 我还是没有打算在这工作 咱们造个句子 没有打算 have no intention of doing something 咱说一遍 当时一般过程是 I had no intention of working 注意介绍 for the company 但是 but 我不能演示 I could not conceal the fact that 哪个事实呢 我被留下一下了 I was impressed by 什么呢 the handsome salary 在大家等于同学 他们提供的 they offered 这就好了 对吧 I had no intention of working for the company 注意 for 他说过 but I could not conceal the fact that I was impressed by the handsome salary the offered 这用被动好吧 因为这个 the handsome salary the offer太长了 而I特别短 用被动避免头重矫情 这又是个非常非常值得借鉴的句子 不要光把语法搞清 还得看他为什么这么写 他的目的是什么 好 咱们接着往后回来看 这个钻石戒指有多大呢 Some of them were as big as marbles 他们有一些钻石 跟这个弹球一样大 这marble 就类似小孩 中国小玩的弹球了 这么一个 这么大的大钻石 哎呀 真是真是不小 然后这男的呢 既然看到 我对他 呀真是不小 看到我表情 我反应了 更来劲的 你看 The man went to great plains to prove that the diamonds were real 这个男人 竭尽全力 想证明 这个钻石是真的 你是不是觉得 假的 这钻石真的 你看放心 这真钻石啊 卖的便宜的 竭尽全力 出现一个特别好的西语 比较文气 叫go to great plains to do something 注意这个lands 用复述 竭尽全力做模式 不遗余力做模式 这个可以当做一个比较文气的搭配 本文中这么用 再看一个例子 they have gone to great plains to make us feel welcome 他们拼命地 竭尽全力 想让我们觉得 在这是受欢迎的 拼命 哎呀 喝茶吧 喝水吧 坐着吧 歇会吧 捷尽全力 就是 尽地主之仪 让我们觉得在那受欢迎 让我们尽量 住得舒服 这是捷尽全力 这是用完成时的 go to great plains to do 捷尽全力 尽最大努力做模式 还有好多表达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 就是咱们中学可能讲过 do one's best 或者try one's best to do 捷尽全力做模式 这个叫one's best do one's best 或try one's best 都行 这两个动词能替换 29课中 就马上会出现这个结构了 咱们先提前看一看 138页第15行中间 138页第15行中间 一个相邻课文 也把我们有致点的复习 这个亚历山大 编排这文章 不光是文章是由短到慢慢变长 内容也是相勾连的 你看 no the doctor did his best the patient's recovery was slow 尽管医生已经竭尽全力了 他没有说去做什么 那to do就没了 但是病人的康复 却非常缓慢 尽全力叫do one's best 这个答备正确 可以 还有好多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best 换成atmost do或者try what's utmost to do 也是竭尽全力去做 这个atmost 比那个best 来得更正式一些 atmost就极限尽头了 把某人吃奶的劲都使上了 竭尽全力做模式 这个到了四册 这个到了四册就会出现 四册第六课 就是这个体育精神里边出现这么一个片段 you play to win and the game has little meaning unless you do your utmost to win 你比赛就是为了取胜 并且如果除非怎么样 除非你尽最大努力去取胜 否则的话比赛就几乎没意义了 你看这do what's utmost to do 尽最大努力去做 这个do也可以换成那个try try what's utmost 也行 也可以 竭尽全力 好 可以记住 还有好多呢 do everything 或do all one can to do something 把某人能做的每一件事 所有事都做了 也是竭尽全力 do everything one can 或do all one can 都行 这个one可以带进某个人都行 咱们看一道书后题 141页的第九题 29课的书后题 对刚才咱们看过29课那句话的复习 的一个替换 141页的第九题 注意这个快线 141页第九题 尽管医生已经竭尽全力了 看应该选哪个 do the doctor A选项 work very well 工作特别好 工作特别好 未必尽全力 A排除了 B呢 could not have been better 这都过去推测 医生已经不可能再好了 医生不可能 都说不可能再好了 不就是竭尽全力吗 但是注意 医生本身不可能再好了 跟医生尽全力有关系吗 这逻辑搞清哦 比如说医生 王大夫 他已经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了 不可能再好了 但跟王大夫本身是否尽全力有关系吗 没关系 不是医生不可能再好了 是医生的表现不可能再好了 这个才合理 本分中医生不可能再好了 跟竭尽全力没关系 注意得排除 这个c呢 是特别技术娴熟 还是不符合原文 应该选什么呢 选did all he could 把他能做的都做了 这才是竭尽全力的意思 这个注意 竭尽全力 还有一些表达 我们也会看到 也是习语 give one's all to do 也是表示尽全力 这个比较通俗一些 I have given my all 我已经把我能做的都做了 把我一切能力都发挥出去了 我们再读一下这习语 give one's all give one's all I have given my all 我已经尽全力了 这个也对 还有一个就是不遗余力 spare no effort to do 这个到了第四册 咱们也会讲到 spare是省下而不用 还记得吗 省下来 effort是努力 没有一点努力被省下来了 不就是不遗余力的去做吗 我们看例子 中国将不遗余力的 去实现和平统一事业 好写 China will spare no effort to realize 去实现 peaceful reunification reunification表示 国家的这个统一 不遗余力的去实现 我们和平的统一 这么一个事业 把后面那个和平统一再读一下 peaceful reunification peaceful reunification 就竭尽全力 不应于力 要达到这个目的 还有我们一个比较口语化的 叫go all out 你看越口语化 这个单词越短 口语中追求简洁 单音节好读 我们再读一下这段语 go all out all out连在一块了 在里面 go all out 后面大家不定是 接近全力起诉模式 这个用的也特别多 甚至我们听一道听力真题 来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 全程贯注 先听一遍 look at the delicious sandwiches john's really gone all out this time just wait until you see the dessert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有什么imply 这个男生暗示什么呢 咱们再听一遍 看看选哪一个 look at the delicious sandwiches john's really gone all out this time just wait until you see the dessert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他们这男的暗示什么 咱们看选哪一个 好了 正确答案是C选项 the dessert also looks impressive 这个饭后的甜食 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impressive 咱们讲过 25个讲过 生死中说过 为什么选C 把原文再看一遍 look at the delicious sandwiches john's really gone all out this time just wait until you see the dessert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他又是问这男人是什么意思 这个第一个女的说 看看这些好吃的三明治吧 john's really gone all out this time 约翰真是尽了全力了 john's john has 你注意的发音 really gone all out gone all out gone 后面有个n 跟着奥连到gone gone all out gone all out gone all out this time 我们读一下这句话 john's really gone all out this time john's really gone all out this time gone all out 连到一块了 这个男的听说之后呢 语气很平静 你说这个好吃 just wait until you see the dessert 等会你看看饭后那甜食吧 什么意思呢 甜食甚至更棒 你就这个好吃 你看个甜食吧 这个饭后甜点 同样可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同样也好吃 但注意 just wait until you do something 是表示这个 你看那个吧 一样实施的更好呢 比如我们两人一块看电影 这人说 Part one of the movie It's amazing 这个电影的第一部分 A部分 简直太棒了 第二人说 just wait until you see part two 你看这个第一部分不错 看看two或part b 第二部分吧 什么意思呢 part two or part b is even better 第二部分实施更好呢 这么一个意思 可不能瞎理解 不能这么理解 你说这个好吃啊 看看那个嘛 哼 他并不是这意思 你说这个好吃 一会看看那个吧 那个甚至更好吃呢 选C是正确的 注意 竭尽全力 go all out 这个区域看到了 这个是重要总结 回到原文中 这个男人怎么样 竭尽全力 when to great land 去干嘛 来证明 the diamonds were real 证明钻石是真的 这个real指真的 当然可以 但是真的 我们在十二个荒岛生活中讲过 还可以用genuine genuine不但可以 本是真诚的 也可以本是真的 不是假的 如果忘记 咱们复习 你看在 本文中就出现了 本文中第十五行 看本文中第十五行 it certainly looked genuine 它确实看上去是真的 这个genuine 跟本文中的real 是替换 它怎么去证明 这个钻石是真的呢 我们说了 as we were walking past the shop he held a diamond firmly against the window and made a deep impression in the glass as是当了 引导时间状态从去了 当我们走过一间商店的时候 它held 就hold 抓住嘛 用力拿这个钻石 firmly against the window 就抵在一个窗户上 橱窗的窗户上 并且怎么样 made a deep impression in the glass 在玻璃上留下一个 深深的痕迹 因为钻石能拉 能拉玻璃呢 证明这个钻石是真的 impression 在这表示痕迹 一个凹痕 一个印痕叫impression 但impression我们说 也可以表示 在大脑里面 有留下一个印象 给某一个感觉 在大脑皮层留个印 也是这个 我们还记不记得 在第24课 它使我觉得 是不是有个搭配叫 give somebody the impression at 回忆 118页第19行开始 118页第19行开始 and it gave me the impression at it was about to leap out at me 这个impression 就不是印痕了 而是大脑里的印象 使某人觉得 give somebody the impression 给某人这个 这样一个感觉 就好了 对吧 我们当时讲过 还可以表示 某人觉得 有这个感觉 have an impression 会get an impression at 某人误以为 在背面 be under the impression at 就误以为如何 这个impression 就不是痕迹了 而是大脑的印象 这个如果忘记 我们可以复习第150页的第10行开始 150页第10行开始 尽管船员们一开始 还以为那沉船被找到了 但箱子里的东西 证明他们都错了 这个地方也是 误以为32个 这个句子 我们以前是见过的 注意他说 在玻璃上 留下一个深深的痕迹 玻璃上用的是 in the glass 这跟中文不一样 中文中说 在玻璃上留一个印 英语中说 in the glass 为什么呢 英语中 它描摹的精确 这个痕迹是陷到玻璃里面去的 中国人不管那套 都是玻璃上 但是它是in the glass 所以大家看到中文 更像咱们的艺术 更像水墨画 它写意 而英语更像他们的艺术 更像油画 它写实 所以看得非常精确 不光是语法上精确 它表达上 描绘上 也比中文要更精确一些 你看我们再回顾 这个中学老师讲过的句子 它一拳打我脸上 一拳打我鼻子上 中文中都是上吗 中国人是不分 打我脸上了 打我鼻子上了 但英语中 借词你发现不一样 He hit me on the nose He hit me in the face 打我鼻子上加on 鼻子有骨头的硬子 蹦 打到上面了 但脸扑 打软的进去了 打到脸里边了 进去了 软的叫in the face 但你发现中文呢 就不能精确 精确中国人听着别扭了 它一拳打我脸里了 这么一听成恐怖片了 这打到脸里边了 但英语中不一样 它正用in 因为软的进去了 你不信你看 这个在第44课 也出现了这个中文上 英语中英的是in 你看204页的第8行到第9行 204页的第8到第9行 看这个片段就好了 If you are lucky enough to get a sleeper You spend half the night staring at a small blue light in the ceiling 就看这半句 如果你很幸运 能够买到卧铺车的话 卧铺车的话 你会花费半小时间盯着天花板上那顶小蓝灯 The small blue light in the ceiling 咱们中文说天花板上的小蓝灯 但英语中文是in the ceiling 咱们立刻想到这个灯是镶嵌到天花板里边的 一个顶灯嵌到天花板内层的这么一个灯 英语描述确实让我们看到身临其境一样 描述的更具体 但中文不管哪一样 都天花板上的 房地上的 好 作者是非常讨厌 真真讨厌 花了半个多钟头 才被他打不走 快快快一边带出去吧 花了半个多钟头 It took me over half an hour to get rid of him 这个take可以表示花费某人多钟 Take somebody some time to do something 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take它主意也能是人 某人花费多钟时间也行 你看这句话可以变成这样一个 I took over half an hour to get rid of him 也行 人做主语 Take some time to do 这个表达也是正确的 也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take表示花费 意思搭配就特别灵活了 即可事务做主语 花费某人 人做必然在他时间 也可直接人做主语 花时间 我们还是加动词不定识就好了 大家如果忘记 可以回顾在第三十页的第九行 第五课讲过这个知识 三十页的第九行 The journalist immediately set out to obtain this important fact 注意后面 But he took a long time to send them 这个记者立刻开始着手去搜集这些重要的数据 但是他花了很长时间 才把它发送出来 Take加时间加to do 本分钟用它也行 这也是花费时间 但是还有一个只能用人做主语的 就是spend 大家还记得吗 spend如果花费时间做某事 还记得怎么用吗 spend sometime 我们可以叫in doing something 如果是事情名词呢 叫on something 如果做某事 in doing 这个in可以去掉 所以本分钟可以用 I spent 注意spend不规则 一般过去的时候过去分词都是spend 把字母D去掉 换成字母D 换成字母T 由D换成T I spent over half an hour getting rid of him 或in getting rid of him in可以去掉 这个spend主语就一定是人了 这个用法就更窄一些 另外看看后面这个打发走 叫get rid of somebody 也可以用dispose of somebody 叫打发走某人 这两个搭配能替换 它的意思是一样的 我们先读第一个 get rid of get rid of 再多第二个 dispose of dispose of 都可以表示 把讨厌的人打发走了 快走吧 一边带着去吧 别烦我了 打发走 但是呢 又派生意 也可以表示 把某人给干掉 get rid of him 干掉他 我们在口语中 也叫dispose of him 干掉这个家伙 什么黑社会 也把某人给杀死了 但是本文中呢 有上下文不可能是 作者说 我花了半个多钟头 把这卖钻石的给弄死了 这就不合理了 你不买钻石干嘛杀死人家呢 不能说花了半小时 把卖钻石就掐死了 把他打发走了 这个意思 打发走 这个我们看28克 也有类似的这个用法 四冲的28克 新开店四冲的28克 通过什么 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 这是最快的方法 再也没有比他 病人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 更快的 打发病人的方法了 dispose of patients 跟本文中 get rid of 搭配一样 打发走讨厌的人 医生看 这么多病人 快走吧 快走吧 开药 这药 开药 走吧 就这么一个 打发走讨厌的家伙 他还有一个表达跟他类似 不是打发走 而是开除 咱们还记得吗 老师讲字根 讲过一个PEL 这个字根表示push EX表示外边 刚好push out 推出去了 开除了 注意这搭配 用被动后面加from He was expelled from school for bad behavior 他因为品行不端 被学校开除了 bad behavior 行为不好 品行不端 把校长打死了 于是乎 他被开除了 be expelled from 就好了 这个终于打发走了一个 讨厌的家伙 但是作者还没完 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家伙 终于让作者上当了 究竟怎么一块智 咱们一会儿在第三段接着看 第二段 我们各老师就学到这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